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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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有點優勢 但他們沒有辦法在中期建築 雖然後期的時候 FAK 也沒有辦法可以逆轉 因為我覺得雙方一直都爭論得很緊 兩邊的節奏都沒有說明顯有很大落差 但這一邊就 Hirory不禁止 FAK 應該會手搶 FAK 只剩下我哭路 看來想快點吃飯 眼睡了 趕快下場 輕輕鬆鬆 吃晚餐 看到希衛爾 果然是禁止了 正如你所料 成功禁止希衛爾和Kalista 左邊 FAK 看他們如何處理節奏 剛剛上一場最後操作是有的 但我覺得 IMP 真正的核心是 Apex 的藍寶 虧他還在第二場換他下來 打到他的狀態這麼好 給他打多一場都不知道換第二場換你做什麼 那麼這裏錄進了 FAK 果然是悟空 的確是他們認為順位比較高的角色 在這裏悟空的話 Alex 有很多東西都很對的 甚至他可以選擇特朗得出來都沒有問題 繼續吧 版本陷阱 不知道還是不是陷阱的哲利 沒錯 選了出來 現在不敢說得那麼肯定 剛剛小安手感非常好 他的字幕不敢直接是把語報自爆了 這裏輔助來說 還有非常多的選擇 但是就決定選擇給JAP HOT 玩這個鱷魚 JAP HOT 的鱷魚真的非常強 可以單看剛剛那場的表現 甚至可以跟REST 鱷魚的發揮 沒錯 剛剛上路這個鱷魚 JAP HOT 傷害上面可能是最高的 但我剛剛也說過 他的暈很會刁鑽 每次都是在你最不舒服的一刻 一夜暈你 譬如有幾波會戰 不空散去當時被他一夜暈倒了 讓他W 都交不到 直接就被人一秒了 他這隻鱷魚是頗有命的 他不是傷害最高的那些瘋子 但是他是很刁鑽 一咬就咬死你那些鱷魚 左邊拿回大AD Athelios 再加立帝老師 Athelios 再加立帝老師 現在是下路 相當強勢的組合 又必會 嘩 整套BANPICK 都是一樣的 最後3片已經出來了 而FAK這一邊應該會繼續雙BAN上路 BANFELL LINE 和卡麥爾 因為這個鱷魚來講 唯一好打的就是FELL LINE FELL LINE 沒可能被他玩 而卡麥爾對於捷利的發揮 也都是有 嘩 嘩 他直接放FELL LINE 不會吧 他是第二BAN 如果BAN了這個塞拉斯的話 那就是限制PANDA 對啦 上禁鐘 對啦 上禁鐘 對啦 BI在這裡BAN了 應該帶著特朗德那些 對Alics來說也沒問題 Alics 和池都可以選擇 FELL LINE 最後也是BAN了 看看這裡會BAN和特朗德 還是要BAN輔助 但輔助來說 要開團的角色的話 還有很多 應該未必會BAN輔助 雖然就自己選了納底老師 開團角色還有劉歐娜 對啦 瑞空各樣 所以都是選BAN這個特朗德 看看他打野還可以拿到什麼出來 還有維爾哥各樣 嘩 先選上路 比中路坑坑也知道 豬女 豬女是打野來的 如果他要選的話 對呀 有鱷魚 不是 鱷魚可以SWAP捉 不是呀 藍寶 有沒有藍寶Jungle呢 很難捉摸啊 他的陣可以SWAP不SWAP去 鱷魚又可以上中 然後藍寶又可以上中 豬女又可以上 然後Jungle 最後先鎖入了瑞空 剩下最後一個 到我們目前為止都未知道是誰 你們到左邊按一下Camille 再來一次 哎呀 關呀 這一次應該是我第一次看FAK的季後賽 被YSKM拿慣 沒錯 他是第一場去玩關 應該是中路想選一些物理型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選了AB雙海律 看看中路會選什麼 是嗎 是不是要拿兩把武士刀來啦 雙刀火雞 雙刀火雞 都有些機會的 雙刀火雞 因為PTender都OK的 雙刀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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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又又又又是 其實為什麼沙昂這個匹多好呢 原因是 他有一隻有維移的法治 不是那麼怕藍寶 你看到其實對面所有角色要摸他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 這一場來說沙昂這個匹 中路有一個大技 有一個牆可以頂一頂 你想一下 對面每一隻都要撲上來 但是他們 譬如藍寶 你沒有維移技能的 你走上來 如果牆在你面前根本都追不到阿奇爾 另外一個就是 藍寶Equalizer 下來的時候 你又有一張EQ走 很穩陣 這裏豬鱗果然是 如你所料 是Jungle 三隻大彈 冰火較佳 沒錯 又冰又火 傷害 令到你無法反抗 左邊就是Azir 其實左邊的陣都蠻後期的 三條路都是一些大後期發揮的 如果拖到後期的話 左邊的陣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Impurity 這一邊會不會給你機會 會不會透過前期用鱷魚 豬女這些角色來 給你一些前期限制 不讓你發揮得那麼舒服 相信會是這一場的重點 我覺得 FAK這個陣批得好 因為 剛才那場地都有環境 他們打到這麼後期 其實是證明了NPM不懂Endgame 所以 他們選擇三個後期核的陣容 我覺得是有想過的 反正你都不懂Endgame 反正我們都是打大後期團戰的 那我們就一起發足 我們就什麼都沒有做 就等30分鐘之後 慢慢打團 反而30分鐘之後 對於這個Imp來說 因為鱷魚的傷害一定是降低的 所以 FAK這邊 可能甚至會有些優勢 沒錯 這個角色 尤其是你後面一定會被Camille Outscale 即是不需要說你惡語 你面對這個Carmen 而腳的真實傷害 淫威根本就是 沒有辦法反抗 但是 真的要 對不起 關 不好意思 麻煩 說錯了 Camille 關 對不起 哈哈 剛剛說過缺氧 腦袋都不知道在想什麼 好了 現在兩邊已經放進了 進到這個轉合局 那麼 南方是FAK 紅方是IMP 兩邊是 亞奇爾這個天賦挺有趣的 先攻 因為 先攻亞奇爾 我再說一下可以嗎 先攻亞奇爾 是比較像舊版亞奇爾有盧登的時候 亞奇爾現在玩的天賦很多變 你可以選擇致命節奏 你可以選擇先攻 例如第一場APEX你可以選擇征服者 基本上什麼天賦都可以 我甚至見過有些人戴雷神律令或者那個 紅色轉轉轉的A32很快的那個 什麼都有人戴 亞奇爾戴先攻的性質是什麼呢 就是他就是給舊版亞奇爾 Q有傷害的那種形式 因為現在亞奇爾的Q基本上是歐痕的 但是他透過先攻的傷害 就可以幫你彌補先攻原本缺失的傷害 所以就變成好像舊版亞奇爾 你很遠都可以 A到人 你看到這個YESCAM是1-1.Q 就打一些POP 是壓殘了這個JACKPORT 對 這裡就雙方對線上打了正直射出來 似乎有點優勢 哇 直接一個點檔掛下去 接著有個閃現 在這裡看得出YoutubeNomi對於關打惡羽 這個Match Hub是相當之有想法 一招就要A到底 兩招呀 但是 對 有點危險 始終條線沒有推路上去 剛剛這麼辛苦換回來的優勢 可能會被惡羽的一個腦氣Q 就換回來 這裡就有一點滿血 拉回這個小安 就比較可惜一下下路 FAK的下路是挺長的 算了這個位置 兩邊Jungle上路來到RT4打4 撞一撞到 但是猴子這個位置被豬A 有點尷尬 上路上半區都是動物園大亂鬥 又猴子又豬又鱷魚 基本上就是動物園會看到的東西 這個位置來到鱷魚被人剪殘了 對啦 只有關一個是人形 而且關一個是機械人 要上鏈的 這裡會不會一個單殺 危險呀危險呀 這個河蟹仍然在這裏 反而Alex在這裏上來 嘩 差一下普攻 非常之危險 但是再追出一步就中計了 兩個字 但是還中計 沒有中計好在 哈哈哈哈 拉拉條線 咦 想左去回城 這樣就成功斷倒了 哎呀 有空嬌這樣 哎呀 太好了 被人欺負了 哎呀 漂亮呀 哇這一波 糟糕了 You can stop me 有些 嘩 You should know 是You should know me You should know me 有些少少失 就是低估了對方 You should know me 他以為Jackpot在那個位置 還是在那裏原地回城 所以導致結果就是他直接用那個 四下真相的真相來去Q草叢 基本上你就沒有那個真相 你的關係完全是在鱷魚面前毫無反抗能力 鱷魚一套 W Q 連段直接秒殺了關 毫無完全無法反抗 這一波就 兩邊的心理戰術 博弈 我覺得都幾精彩 但是YSKM是略信一籌 就慘死了在這個鱷魚的 大這個...這個是什麼? 鐮刀 大鐮刀 骨頭 鱷魚那是什麼武器 呃... 呃...我也不知道 這個的... 我們知道剛剛剪歪一點點的話 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真的非常可惜 他的剪刀真的拿來除草 進了草之後 就在剪些草 剪不了鱷魚 有點可惜 那麼這個... 這個... 繼續Alex 就上來 想監補一下 這個... 呃... Jet Pod 那麼就... 但是呢 Juzenovi也知道 它是附近的 那麼... 因為它其實老了頭 那麼就拼了問號了 在這裡... 欸!反而訂了兩個新拉賣 但是捉到這個... 銳凶呢 就... 沒有辦法可以殺到的 因為銳凶有很多走路技 大斬刀 今天... 上路這條比較辛苦一點 他上了一套共同下來 比較辛苦 這就是我講的 為什麼說上路辛苦一點 因為... 上路這條路呢 基本上只要死一次 你就毫無還擊之力 尤其是... 哎呀! 看到Jungle的這個位置 這樣就... 走了江啊 你這些... 見江死又比較麻煩一點 上路還可以一打二 這隻岸魚都是史前巨王 現在... 戴著它為大斬刀 朱雷也來到 APEX也來了 直接上路一把三打二 FAK這邊也知道中路不見了 所以就退一退 其實也不需要打得這麼急 你上路既然崩了就... 慢慢弄一下 讓中路下路一些發育時間 但是這邊... FNB是越打越順了啊 今場 是啊... 那就... 咦! TP6人想救 FAK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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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沒上六的 關是不是真事啊 這樣想打 有點難搞啊 你這樣少一個大忌 我還要上了六 那... 稍稍稍保一保隊友 吃一吃經濟啊 這樣就給... 嘩!這裡是FAK的 PETENDER PETENDER在這裡吃完自己的波線上來吃完 還沒進到那些錢 是啊... 他吃吃吃... 財富自由 就是靠隊友 真是自由針啊 這些輕輕鬆鬆的 中路又是你吃 上路又是你吃 真是... Taxation啊 在這個位置捉到HOLO 一下子重走 你們豪蟹在你面前 完全不跟你客氣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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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都是落在南方FAK的手上啦 但是... 兩邊來說 除了... Yushinomi上面... 那個... 叫做單殺的一個失誤之外 其實暫時來說 都沒有太多的事情發生的 都還好 兩邊都是... 維持一個五波的狀態 但是... 對... 要看下接下來 因為... 這個小龍... 就還沒有吃的 這個海獅科技龍 看看FAK這邊會不會對條龍的人有何想法 因為其實他的陣都相當後期的 如果要在這個時間怎樣打架的話 他們絕對是不夠這個惡如再加南普打的 你看 先公來了 先公剛剛看到刺一下 有傷就是... 正常一下旗 如果你出征服者 你有Q是拷痕的 就是... 你Q多少下都是拷痕的 沒有傷的 基本上就是... 但是加上先公之後 就補回10%的傷害 應該是10%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增幅Q的能夠觸發傷害 再加上後面他出爐燈 或者看看他怎樣出裝 大面具或者什麼 到時候... 如果先公的話他可以選擇出爐燈 通常正常如果出征服者 就是大面具 但是先公你如果出爐燈 就是進一步強化你Q騷擾的能力 是一個... 這個位下路 哎呀... Q不中 被我學識小小 你壓上來 實環幫點不點 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大膽大閃身上去 一個大技 一定一定的 對啦... 這裡是M&M 6% 壓到上來 對... 這裡... 就... 沒什麼事情發生 那條龍繼續都是在這裡 看來兩邊都是決定是打慢 但是如果打慢的話 對於FAK一定有好處 因為他是三核的 所以慢慢... 慢慢等錢是一定穩陣一點 反而IMP這裡 Alex已經是準備... 吃... 這個預視者的了 但是... FAK這一片首先拿到龍仙 因為他們三個人一起吃的 再加上Felius是紅白刀 非常之快的單體傷害 三核這件事 現在就比較... 比較可惜一點點 因為這個關那個肥度 不足以支撐起 其實當你玩一些後期型角色 哎呀 這個Q了上去 打一套傷害下去 看看 接著 接著大技 瑞空一個大技 拉回W向後 EW向後拉回 安全是抵擇自己塔內 他向後拉回 這個位置惡魚上來 非常之惡的 點W 這個位置 想做一個攻擊殺 帶著大技 飛心穿心引線 那就... 成功打退了這個惡魚 嘩... 這裡就成功把閃燕打了出來 看看... 惡魚的大技應該快結束了 會不會好像剛才那樣 但是Alex射了Cover 有一個Holo 吃完抽吉應該都會上來的了 但是Alex在這裏... 有點危險 因為Alex是有預視者的 所以如果Yushinomi這裏放兵入塔的話 那一分鐘會被人... 強硬搶了一兩層塔皮 所以他都決定B城了 先把寶兵 穩穩陣陣吧 沒什麼問題 以FAK這邊來說就是... 三路穩妥對他來說就是最高的局面 再加上他手上有條龍 更加不怕對面四龍雲 他每次一條龍有時間... 咦?這個位置TP了 去回補上路線 都穩陣的 FAK這個陣容來說就是... 沒事發生就是最好的事 就是沒事發生就是最好的事 No news is good news 對,沒錯 No news is good news 那... 我還在想怎樣翻譯呢 怎樣說回中文呢 你直接說就... FAK是非常好的 FAK是非常好的事 那...就在這裏 撈倒車上來 QQ吃完炮車 對,沒錯 那...就在這裏 那...就在這裏 說的豬女 雖然已經是七個了 但是他還是... 還沒有找到任何機會 可以單捉到一個人的 反而他這個預示者 就剩下大概... 一半多一點的時間 看看他會選擇把錢灌給誰 我覺得... 這裏的話 其實灌給誰都OK 因為你想給哲利... 早點出關又可以 加強... 即是加快樂瑜 強勢旗又可以 那... 怎麼放都可以 這樣就成功了 但是就... 似乎是完全找不到機會 因為... 按一按就成功了 對,按一按就成功了 但是Carrys這裏 跑線都跑得很近 所以就難一點可以找到機會 那...就看回這裏 FAK這一邊來說 其實... 對IMP來說 其實豬女真的很快 很需要找些機會打 因為... 他們整個陣都很需要打節奏 例如鱷魚又是 藍寶又是 這些角色 去到後期一定被outscale 除非你真的這麼有信心 Annex可以... 一個人後面Carry整隊 不然你是很需要 快一點點 去... 快點打出一些成果 這裏... 似乎對上路有些想法 是嗎? Yuzunomio又被人照顧了嗎? 這波兵這麼大波 應該未必能清掉 那... 在這裏進去會 每次迫接... 一個大記載過去 再加上預示者 這座手塔都應該是這樣先的了 非常舒服 這波的進程跟上一場很類似 這裏... Holo影在下面各就各位 都知道要在下面做些事跟你換 但是似乎預示者要撞第二下 這裏... 沙皇影是走過去準備防守 然後這個... 悟空亦都準備防守的中線 這裏... 這裏... 可以接受的 以上路這樣爆一路來講 因為... 主要是關前面的單殺 所以比較自明 這裏下落想做些什麼呢? 這個走出來 Jerry一路拉中了 接一個重力槍 再接一個大技 一路攻擊下去Jerry沒有死 狂狂直向前點M&M 但是沒有死到這個位置 這就糟糕了 這個位置 他是紅紙槍 是一個很不勁的垃圾組合 這個位置 TP到下來 Bretender 有EQ閃現 一個閃 但是推翻過來 輕鬆擊殺 WOW...PREDENDER 輕輕鬆鬆 即是救世界啊 果然是有阿琪要講 非常舒服 你看到這個位置 他的出裝路線 是選擇殘破皇后之冠 一個比較穩妥的 保自己的組合 這個位置 M&M下落的對決 就差一點點 有點不如人意 但是幸運 PREDENDER一個TP EQ閃R 救世界 它不只是操作 救世界 其實他已經連續兩波 用了自己的TP 來救隊友 即是無論是上路 也是 即是他 他已經是連續 即是他 今場的工作 就是瘋狂去下路 和上路 去覆蓋他的隊友 這裡其實是有點傷害錯判的 因為你叫M&M 是直接是狂風 瘋狂上去 還是 因為他直接是向前打了 對 所以 他是傷害錯判了 他以為自己秒刀 但其實是秒不到的 即是 今場 如果贏到 PREDENDER這個MVP 真的無法走 前期 完全是兜住了 他的隊友的底 即是 他 上下路 感覺上 都不是那麼穩定 今天 不用怕 PREDENDER哥哥 曝曝曝的上下路 這個位置 有個位置 是需要注意一下 為何M&M 那一波會打輸 我想他可能是 錯判了自己的子彈數量 因為見到他 開這個ANIX的時候 他手上是紅紫槍 這些紅紫槍的組合 其實很廢的 是一點都不厲害的組合 即是你重力彈 最多的人會觸發一下 通常最好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你重力槍 只剩下18彈以下 然後你用重力槍開大 你又會直接轉成白槍 在這個情況下 紅白槍就是無敵組合 簡易就是前中期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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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觸關 YSKM這場遊戲看不太差 悟空拼命 Holo想救他 但這個想多了 其實沒有必要救這關 因為他已經分了 這關再救也沒有意思 這個位置 Pretender在拉打 這個位置真的是 其實悟空有一點點 就是怎樣說 輕人的好兄弟 很兄弟 有一點點 他看到身份顯景 他忍不住 要救他 有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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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技就燒成POPCORN 這個位置M&M 追回經濟 遊戲時間到了16分鐘的時候 這個位置紙槍上來了 又是藍紙槍 但是不夠傷的 紙槍真的很廢 打架一定不會用紙槍 比較弱一點 我小弟如見 我覺得這個暫時來說 FAK不太知道自己在打三個後期大核 現在只有16分鐘 其實他不用趕著 剛剛那波預示者絕對是不接的 但是被人捉到 還想反打 你看到PETENDER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直接走的 但他還想試一下刺兩下 看看二零零的自己有沒有辦法回到天 變大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你出了殘破王冠 生存能力有的 輸出差一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還沒出到第二三件裝置 你都完全不要想反打 說真的這裡就沒有了 這座塔都... 應該守得住 大技我上保 打到豬女 暈倒一下 裡面EQ 進來沒有E 直接秒殺了豬女 先看看 向後拉開Holo 這個位置沒什麼問題 阿奇爾 這個位置 阿比利剛才一個大技重力槍 暈倒了藍寶 阿奇爾的位置很漂亮 這個位置成功拉打得輕鬆鬆鬆 沒問題 這個位置還可以入場 這個位置還有EQR閃 好 有機會可以推 這個位置很健康 阿奇爾這波打得很舒服 完全是隊友幫我創造空間 這裡他還有EQR閃 隨時可以開戰 剛剛Yushu no Mi突然衝出來 完全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就是幫Pretender和MMM創造了很多的雪空間 然後Yushu no Mi的結界 性域也幫他拖了很多時間 他不是站在三個人中間 但偏偏三個人都不在他的性域 沒有人可以對他造成輸出 所以大家都可以平安拉走 今天還有死的只有一個隱藉 也算是一波Fair Chain 他的陣容始終是偏後期 沒錯 還有對面交予試者 但我有點好奇 就是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看到幾波會戰 MMM都是拿著重力槍的時候去打 我想知道他那時候是怎樣想的 可能是對面開得好 他不是很控制得到 就是開會戰的時機導致他在一個很不舒服的時機的位置被人開 結果他用重力槍打了整波會戰 是打得很辛苦的 一下一下這樣A下去 Aphelios最好的狀況當然是什麼呢 當然是藍、白、紅、各種不同的組合都很強 但是紙槍通常是留在最後一顆彈 十發以下的子彈開大技的開團 就是開團手段 如果不是很少用的 基本上來打團的時候 看到這裡第三條龍鴉兩邊 似乎是想做一些欠到視野的 這裡藍寶已經在搶這個位置 一秒開出來了 火龍現在是 阿奇現在是有王冠 有這個大技有閃燃 都必須要強調 殘破王的名字 沒錯 在後面這位置 接觸到阿奇也 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這個位置 他叫開金人 Bretender還有大技 隨時可以向一個漂亮EQ 把進來的阿奇也都被你玩了 這個位置 鱷魚進來紅路打錯人 暈不到Bretender 但是鱷魚是史前巨額降勢 Bretender已經是各種操作 但是都是被這隻鱷魚撲死了 鱷魚交到閃營進來 都是被他成功擊殺了這隻沙皇 以及這個立帝老師 這真的非常惡 始終在這個遊戲 19分鐘的時候 鱷魚簡直就是天神下凡 簡直就是這個阿奇也 就是蘇瑞瑪的半神降勢 還有Jungle 這個M&M剛才的操作是非常細節 不過就看看會不會有重播給我們看看 因為其實他直接是整個用狂風之力 避開了這個瑞胸的RW 沒有被對面成功開戰 也是用的鬥位非常好地 兜過了這個Jet Pod 令到他可以保持有輸出 雖然最後那個人頭交換 也只是一個交換 沒有說哪一邊明顯的優勢 但是其實對FAK這一邊的陣容來說 已經是非常足夠的 你可以見到 Prilander應該中了主角大技 沒錯 而他本身 有個金人 拖了兩秒 他打得很好 我覺得金波無論是AD還是中路 其實兩個都打得很好 有打出他們想要打的東西 不是被人開就站定定的等人打 但是這兩邊決定搶中線 不同這條龍狗前 其實也舒服的 以FAK的陣容來說 越拖越後越舒服 對啦 火龍 對面還在出線 會不會想RUSHRUSH 一個MAM是一個 藍色窗戶被鳳炎花 這麼有趣 直接是一進去 一個聖母 已經是秒殺了這個豬女 看來豬皮又不太健勢 但是小安在這裡想開射 這裡要操作了嗎 但是MAM已經沒有大技 爆發傷害就一般 反而是被小安在這裡 直接是收下了三個人頭 兩個人頭 再加一個助攻 一換三 雖然FAK很成功 直接秒殺了這個豬女 但是秒殺完豬女之後 MAM已經沒有任何技能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他的大技已經用了 變相最後這個火龍 也是落在IMP的手上 不過現在時間已經來到21分鐘 讓我看看這個納紫牙已經出來了 沙皇 看到這一波會戰來說 納底老師在自己的隊友打龍的時候 就直接果斷上去 但我剛剛馬上0秒看重播 對 馬上又重播了 其實你看到FAK是整隊一齊all in 所以他這個不是納底老師自己的表演 是整隊一齊的整體決定 但是這一波結果這些窄口被藍寶 無限消 他們先融掉豬女 其實這裡處理得不錯 但是 在這個情況就是 ANX借著自己截利 就是隊友犧牲的時候 截利跌滿了被動 隨時準備無限追擊 這一波就比較尷尬一點 其實FAK這邊的陣容 沒什麼必要去爭 其實真的是第二條龍 你握個急 急什麼 即是真的不急 不清人 就是心急 但是不要緊的 都已經22.5公斤了 在這500部裡面握了這個哲利 是不是 那就23分鐘 這裡23分鐘 帶鱷魚 一個304其實是幫他自己的PALSE WIGHT 加長了不少時間 因為如果他本身是一個比較平凡的KDA的話 他應該是要開始變成一塊肉 但是因為他這個304的KDA 所以他跟著下來的影響力 應該最少都可以捱到30分鐘 甚至35分鐘都說不定 所以FAK可能要捱得更加久的時間 因為這條火龍 老實說 相比起 令到你隊友的發育時間來說 我會覺得 如果給我取捨 我會選給你這個三核的陣容 去發育多5分鐘 或者多少分鐘都好 第二條火龍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值得你要去一波會戰全入呢 我覺得 要看回你的陣容決定 以這個阿奇爾 跟阿菲利歐的陣容來說 你給阿菲利歐三件裝 或者阿菲利歐四碼兩件裝三件裝 才去打 欠第三條龍 或者欠第四條龍 這樣我覺得是 會合理一點點 阿菲利歐三件裝備 畢竟 那現在阿菲利歐四碼 今天阿菲利的需要夠被人感到 只有3千元 所以阿菲利歐三件裝備 這是很多優勵的 最終是這個WEQR combo,拯救了YSKM,今場真的是沙皇,說到阿奇爾各種Mate Place的比賽真的很開心 見到這個有一次拯救了自己的隊友Pretender今場 他也是整隊非常肥、最肥的,基本上是414,三件大裝在手上 他選擇出垃圾之牙,因為其實阿奇爾現在有W技能加工的情況下,垃圾之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是必須出的裝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例如Faker,他會選擇出死模或發穿 所以真的看不同選手、不同玩家的選擇 這個Pretender選擇用垃圾之牙,就是一個插得快一點、插得快一點的建築 但是插下去就沒那麼痛 但不要緊,他今場來到25分鐘為止,他的表現都是非常非常持有 只要他跟著下來,而且他已經出了金人了,所以接下來就用豬女的大技拼到渠道 計算殘破皇冠,應該也難一點可以追一波秒殺 比較重要的就是要看看FAK這裡怎樣可以捉死捷利 因為其實他們除了Karis有鎖定的擊飛之外 其他人要捉捷利都是相對來說比較困難的 很容易被他拉打拉死 你想想,如果放了剛剛那條火龍的話 現在Aphelius應該是14、15,阿奇16 YSKM應該是14,如果剛剛放了那條火龍的話 你以這樣的陣容去打再下一條龍,很明顯是好過剛剛這樣 在裝備未成型的時候去嘗試 因為你現在28秒了,第3條龍了,這條要打了 但你裝備未成型等級也是輸的,在這個情況之下你要怎樣選擇呢 這邊他們的決戰是很明顯的,直接選擇Rush Barron 你對裡面有阿奇的情況之下Rush Barron是很快的 我這個或者是怎樣他會選擇出垃圾之牙的原因 但是看清楚,這裡BETENDER 對面搶中線,向後拉開 這裡要怎樣捉到小安,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對於FAK跟著我們來說 因為他們... 嘩,這裡直接是一個大技撥 撥一下,撥一下,沒事的,沒事的 這裡要開的啦,對面已經直接開了龍 但是現在...嘩,現在... 嘩,有些舉棋不定喔,FAK 要不然你就...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偷中啊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偷中小龍 可能是啦 不過我又覺得... 你職業選手,龍出來沒理由對面 對面主要是兩隻沒了 沒理由... 即是沒理由不開龍 還有... 你整隊所有人都在上半區的時候 你怎樣... 怎樣這樣放給他呢 這個真的有點舉棋不定 嘩,真的... 感覺上FAK有少少... 那個狀態啦 不是說非常之好 因為... 你看到其實Yushonomi 今天來說 失誤都算是騙代 尤其是他對著這個Jet Pod的那隻鱷魚呢 有少少... 招隔不住 明明... 明明... 打這個... 這個... 阿REST 打學長的時候 都不是這樣的 但是今天... 就是轉了一個人 變成一個韓仔 那就... 那個... 結果好像完全不同了 這樣看來Jet Pod的鱷魚熟練到... 對 Jet Pod的鱷魚熟練到... 師傅比阿REST還要高 我想... 老實說... 第二條龍應該要讓 剛剛那條龍不應該讓 第二條龍是沒有機會打 就是你剛剛說他有時候會失誤 我覺得... 操作上的失誤是還好 就是你人是人是有失誤 我們是人不是機械人 但問題就是... 操作上的失誤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Macro上面... 就是你的手可以錯 但是你的腦不可以錯 觀念... 觀念不能錯 應該說... 這個位置... 直接一波開這個位置 幾好啊 開得幾日夠陰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真的開得幾漂亮 這個開得... 夠陰濕 讓他以為你想清眼 然後等他過來... 想用魚叉抽水的時候... 直接勇猛... 用這個不同的翻牆 對面沒有錯過的情況下... 這個位置直接Rush Barron 紅白刀了加上雅琪 三隻沙兵極快 基本上是蒸發的 這個位置... 但是... 很痛... Holo直接殘了... 這個位置... 看看怎樣選擇... Holo... 上Rush Barron... 孤主一閘... Holo大殘... 加一個W... 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 開不了大技... 有點尷尬...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安全... DQ了... 進去頂上AD... 再頂上Support... 輕輕鬆鬆... 這個位置沒問題... 沒理由... 這個位置再加上Support... 成功一波... Quadra Q... Pretender... 真的打得非常之好... 剛剛Holo的位置... 其實是有一點... 上了頭... 其實剛剛那一波... 團戰打得... 我猜他忘記了自己沒有大技... 對... 剛剛那個位置... 應該是要拉走的... 因為其實... 一隻沒有大技... 悟空是一個沒用的人... 但是他又送了我的頭...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有點尷尬... 但不要緊... 後來Pretender... 和MM兩個... 都是... 非常安全... 你看到... 自從Yushinomi加入了... FAK... 除了MM可以Carry... 之外... Pretender可以Carry... Yushinomi可以Carry... 就是看到他們... 大腿之間... 有很多喘息的空間... 看到這裡... Holo... 還想上去... 打... 但其實你沒有大技... 但不要緊... 首先... 都可以秒殺到... 以及Yushinomi... 這裡... 也剪得相當不錯... 雖然整個主動... 都是在... Pretender... 和MM手上... 但是... Yushinomi的配合... 都配合得非常之好... 你看到他打得非常多的輸出... 我覺得有點不太合理... 為何惡魚這麼胖... 可以溶得這麼快... 他是不是沒有開大技... 還是怎樣... 很快... 真的溶得... 他已經出了... 摩提斯深淵... 再加上有個... 煉金罐... 他是被人蒸發了... 那就... 覺得蠻有趣... 但我看重播... 畫面有點... 在這個位置... 這叫什麼... 死馬當活馬伊... 就有一個大技... 因為... FAK這一邊... 因為FAK這一邊的... 巴龍Buff... 其實他想手塔... 那大技... 其實是... 即是想緩解一波的進攻... 就可以將... 壓力... 即是將他的巴龍線拖後一點... 所以才會開剛剛那個大技... 那就... 希望可以... 即是... 叫做... 這個巴龍Buff... 不讓他們... 碰到他們的任何高地... 所以就... 嘩... 嘩... 哲利的... 電磁炮... 完全是... Holo... 那一刻... 嘩... 3分1... 他的電磁炮是... 超科學的... 好了... 這個位置來到... 兩邊互相壓壓... 搶一搶中線... Holo血量有點殘... 帶著巴龍Buff... 但是... 這個位置... FAK其實裝備都成型了... 兩隻... Carry都16... Pretender甚至18... 沙皇... 即是... Holo... 最下一個火龍... 這條必須要打... 但是... Holo... 血量真是... 沒辦法... 可以拉他上來... 不太行... 這個TP... Flenker在後面... 直接帶的AD... 但是... 這個位置... 好像... COMBO... 不是很好... 關來... 有點生生來遲... 追上去... 剪斬AD... 這個位置... 無力回天... 5打3... 這個位置... A死了... 這個位置... 阿奇爾... 做不到什麼... 要衝了... 1打3... 他沒有閃... 這個位置... 先殺了... 穩穩陣陣... 想殺藍波... 但是... 現在... 大魔王... 這個位置... 哎呀... 電磁炮... 這裡... 對面大殘... 你這個... 帶著先攻的阿奇爾... 如果你走進去... 他的Q的範圍之內... 直接蒸發... 這個位置... 想回血... 兩邊都... 想吃... 這個... 蝦毛... 回一回... 這個位置... 有沒有機會... 這個位置... 要打... 哎呀... 這個位置... 但是... 這裡... 可以嗎... 看上來... 帶著... 二重衝擊... 這個位置... 阿奇爾... 會打得很貴... 火龍魂... 這樣就... 養出了這個火龍魂... 不行了... 沒有閃燃... 有膽子... 亂操作... 火龍魂可以讓... 但是這裡... 再送... 出去的話... 就... 比較嚴重... 那... 因為這個... FAK... 其實... 因為IMP的陣... 比較前期... 他就算拿到火龍魂... 其實... 到最後面... 跟FAK的輸出量... 都差不多... 那... 因為... 關來講... 去到後期... 都是剪爛的... 這樣就... Karis... 到第一個... 超霧中多... 比較可惜... 對... 還有... 這個... Ushunomi... 有時候... 舉起不定... 你看到他... 沒有辦法... 可以轉任... 然後... 看到... Holo... 死了之後... 他又不敢再去... 那麼... 那麼... 一個... 超慘的... 在四個人中間... 那麼... 因為... 因為... 都沒有前排... 我覺得... 如果... Ushunomi... 剛剛這一波... Ushunomi... 有進去的話... Pretender... 是夠膽進去... 打... 我覺得... 他們二打三... 其實... 就算... 兩個人... 都可以殺到... 那... 但是... 可能... 都是追求穩達... 所以... 就沒有這樣做到... 因為... 其實... 打得很貴... 譬如... 你三個人... 撲M&M... 在中路草叢的位置... 其實... 沒有理由... 你阿奇這樣不進去... 你有大技的情況下... 其實... 我覺得... 有一點點... 過於穩重... 就是... 有一點點... 打得太貴... 因為那個位置... 他進去... 起碼一定推三件... 再幫M&M... 拉開的空間出來... 因為... 我覺得那個位置... 是打一點點... 就是... 我自己... 作為一個阿奇遊玩家來說... 我會覺得... 那些位置... 會不會打得...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那個位置... 其實... 你雖然是五打三... 但是你... 雙屍極肥... 再加上有隻關的情況下... 你可以將對面三個人... 推到同一個地方... 然後... M&M... 一起身... 然後... 再爆AOE... 我不覺得會打輸... 而且... 對面都殘血了... 只剩下兩三成的情況下... 他選擇... 他選擇... 打得穩一點... 沒有進去... 那些選擇... 挺有趣的... 可能因為... 今場你也看到... 其實... Pelanda已經鬥了他的隊友... 很多次了... 所以... 怎麼說呢... 他是最不可以出意外的人... 如果連他都... 玩得這麼自由奔放的話... 那些隊友一起出事... 那就很嚴重了... 所以... 我也很理解到... 為什麼他... 今場的表現... 是這麼保守的... 對... 這裡... 火龍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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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會不會被... 珠女一個暗位大技... 捉到任何一個人呢... 有點緊張... 還有... Apex的大技... 在... 正路打... 其實就是最廢的... 所以... 其實在這裡打... 對於FAK來說... 都應該是一個... 挺好的戰場來的... 哲理有閃... 但是... 關... 現在好看關... 什麼時候可以發威... 即是他打了一場... 被他弄到36分鐘... 被人打到... 關... 這個位置... Gran is immune... 向後拉開... 沒問題... 這裡... 是不是還想追上來... 阿奇的拆差不多了... 這裡... 假屏障... 即是... 就快拆千... 向後拉開... 這個位置... Holo位... 在旁邊... 15... 其實都... 有點問問... 主要是看關... 很脆... 真的... 好... 這個位置... 珠女... 對了... 沙塔... 就倒了... 但是... 都不要緊... 因為其實... 上路兵線... 在FAK那邊... 雖然... 下路... 就被人推... 但是... 巴龍就出了... 真的要B城... 不是... 這麼穩陣... 對了... 這裡... 繼續搶回中線... AMP... 看來這一波... 阿歷斯... 會不會... 回生一個大技... 放在M1M的頭上... 兩邊都非常非常保守... 你的陣容是... 阿奇爾18呢... 阿菲利歐17呢... 接著關16呢...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陣選出來... 就是要打這些後期回戰... 即是... 沒有理由打輸... 如果打輸的話... 就根本... 一開始就沒有必要選這個陣... 你選這個陣... 已經是你最想要的局面... 雖然對面有火龍魂... 是... 即是... 不盡完美... 但是... 你這個世界... 不可能算一件事... 都好像你想那樣... 那... 結果就是... 嘖... 這一度... 打團戰要贏... 真的... 你已經選了這些後期陣... 沒有理由打團輸... 這個關... 基本上已經是巔峰... 兩邊都不敢開... 嘩... 電磁炮... 又... 又... 四分之一... 非常之... 肉痛... 看見... Yushu No Mi都... 是不是夠錢可以出下一件大裝... 這裡... 那就... 暫時來說... 兩邊有兵線... FA機下路的波線應該是回推線... 所以... 這個位應該是... IMP那裡... 一直在虧兵... 但其實... 剛才的Jet Pod有上路... 是清一波線的... 看看這裡... 接下來... 遠古巨龍... FA機會怎樣部署... 這裡如果輸了遠古巨龍的話... 這一場... 都是一個... 叫做... 頂身死的... 一個位置... 遠古巨龍... 對於兩隊來說... 一波匯戰... 又是這麼刺激... 已經連續兩場... 我也想好奇... 真的... 喂... 小彎頂不頂得順啊... 你那個歲數... 你最後是玩SERI... 這些... 這麼... 要瘋狂拉打操作的角色... 你玩到... 真的玩到... 大哥... 不要開玩笑... 這裡... 最後一波... 24秒... 就來了... 遠古巨龍... ALEX... 剛才看到機會... 直接... 暈倒了這個K2... 這麼大... 也開了... 飛了惡魚... VGNOMI已經進場了... 暫時來說... 飛雪低的血量... ALEX... 一度... 笑死了... 哎呀... 被這個... 瑞胸拉上來... 舔了一口... 但遠古巨龍... 這個位置... 出來了... 但是... ALEX... 應該是要B城再出來了... FAK... 這裡... 中線... 推了... ALEX... 在這裡決定... 哇... 被人瞄了... 被人瞄了... 沒辦法... FAK... FAK... Ushunomi的TP不錯... 關的位置很漂亮... 進來... 但是... 被人抓到... 但是... MM拉得非常漂亮... 這裡... 有沒有可能秒殺到... 這個... 藍寶的大忌... 燒中了很多人... 但是... 這個MM... 繼續輸出... Pretender... 也是一樣... 但是... 前排已經死了... 這個... ALEX... 也是死了... 那麼... 遠古巨龍... 反而... 4000血... 兩面... 彈翼都死了... 但是... 這裡... 閃避了電視炮... 這裡... 遠古巨龍... 到底誰能吃到... 最後... M&M... 想追上去... M&M... 吸血... 非常厲害... 最後... 一個... 成功... 結束了... 這一場... 的會電... 那麼... 龍總... 但是... 我們... 成功... 將它拖到40分鐘之後... 那麼... AMP... 接下來... 應該都... 步步遺形... 嘩... 嘩... 最後... 那一下... 都... 很敢打... 即使對面吃了... 嘩... 你看... 你看... 這個塔... 在這個18L... 阿菲利厚面前... 好像... 奶油... 這一波... 再看一次... 這個TP... 其實對面都知道你TP... 所以... 你看到很果斷... 一下去... 立刻被人頂... 一套康無奈想秒... 但是W... Gran is immune... 極無恥的技能... 再加上小金人... 你看到... 阿忌... 阿菲利厚在後面... 惡魚根本... 完全阻止不了他們... 這個時候... 去到這個遊戲時間... 這個第40分鐘的惡魚... 是啊... 沒錯... 40分鐘的惡魚就是... 但是... NX那邊... 其實都有... 小安都各種拉打各種操作... 這裡... 這個閃現關鍵... 避了超電子炮... 這個惡魚上去... 其實有些... 其實就是... 這樣倒送了頭... 導致... 你的隊友... 跟不上... 結果... 啊... 直接在你眼上... 射到你爆炸... 真是很辛苦... 嘩... 這個... 閃現最後一下普攻... 避了阿奇爾2Q... 嘩... 好在小安臨死之前... 都殺了阿奇爾...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能會洩更加多的東西... 因為阿奇爾的攻速推塔... 都... 都快... 還有AP... 來到現在... 對了... 你看到了... 這個... 殘破王后之冠... 換了... 換了... 我剛剛說的那個... 露燈回音... 因為他覺得自己... 其實老實說... 對面都不是很多人抓到你... 那就... 最後換回這個... 露燈回音... 加上... 你看他已經是豪到... 賣了一件神器裝... 賣了一件新... 他真的是土豪... 現在這個就是... 夠極... 極多錢... 沒錯... 真的... 穿金帶銀... 果然是這個... 王者風範... 那... 就... 帶著Bronbuff上來... 壓一壓... 嘩... 這裡... 真的... 42分鐘... 那就... 關這裡... 嘩... 一下...兩下...三下... 那就一半血了... 但是這裡想抓關... 會不會有一點點不切實際... 抓不到的... 上路這裡... 帶著Bronbuff進去... IMP這裡非常被動... 一下... 因為... 豬女呢... 大鏡未回好... 剛才拼了出去... 就沒有中刀... 那就開不了戰... 那... 雖然下路的冰線... 雖然下路的冰線... 對FAK來說... 就比較... 是... 是... 劣少少... 但是他們有Bronbuff... 所以... 完全都... 沒有問題... 基本上... 他們在等一波炮車波... 就可以... 推到這個... 中路的外塔... 因為... 其實... 應該是... 清不到這個炮車兵的... 他們... 你見他們是很... 即是... 他們不推線的... 是等下路的冰線... 盡量等到下路... 過來才開... 那這個位... 一個... 超大技... 暈倒下奇爾... 這次沒有殘破王冠... 這個位置... YSKM和鱷魚丹... 但是... 血量有點殘... 應該打不贏... 這個位置... 但是... 關的大技... 吸血轉過來... 但這個位置... YSKM又被人抓了... 那... 有點麻煩... 這個位置少了一隻關... 尤其是... 43分鐘... 復活的時間是多久... 現在基本上... 應該是50秒... 我猜測... 這個位置... 比較尷尬一點... 這個位置應該要守塔... 但是問題... 就是... 唯一的好處就是... 就是... 對面可以點塔... 只有一個捷利... 那你有亞奇爾的情況之下... 應該可以守得到塔... 就是理論上... 那... 這個位置... TP 下來... 直接想趁你關... 不在...趁你病... 拿你命... 這個位置... 亞奇爾兩邊很緊張... 就是... 44分鐘... 史詩大對決... 基本上就是看... 哪一隊可以... 獲得... 獲得... 佔優... 基本上就贏了... 那麼... 遠古巨... 就... 一秒鐘... 這個... 巴龍Buff完了... 對... Yuzhanomi... 剛剛那一球... 這樣... 送了一個溫暖出去... 就令到... 這個FAK... 就... 虧了大概... 大半分鐘... 大概... 四五十秒的巴龍時間... 那就... 令到... FAK這裡... 應該可以推到一座高地塔... 最少... 但是... Yuzhanomi... 這樣... 就... 變相推不到了... 又要等下一波... 雖然... 對FAK的陣容來說... 都還好... 但是... 因為火龍門在對面那裡... 所以對面的傷害... 其實都相當之高下... 主要的問題是... 他們有巴龍Buff的時候... 中路的兵線入塔... 和上路的兵線入塔... 不同步... 所以... 導致的結果就是... 你沒有辦法令到對面固痴... 就是... 固痴失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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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沒有辦法同一時間照顧兩邊... 那... 結果呢... 導致就是... 你... 一波一波的兵線被人... 被人清... 再加上下路兵線沒有處理... 的情況之下... 就... 就是... 你沒有辦法借助這個巴龍Buff去... 去擴大你的優勢... 42秒... 軟古龍... 畫面再來一個渣瓦路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 還是畫面問題... 不要緊... 立即來個替身試者... 停一停站... 停時間... 在這個... 熱之斑年... 1秒...2秒...3秒...5秒... 1秒... 對... 1秒...2秒...3秒...4秒... 然後... 都... 遇上到... 一陣來講的話... 那個... 龍...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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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一陣的龍團看不到... 這個軟古巨龍又出來了... 那... 就... 就... 看看... FAK的一部... 沒錯... 搶完這個... 中線之後... 會怎樣呢... 因為其實... 冰線上來講的話... 就... 下路啦... 冰線是大優... 但是... 撞不到Jap Hot... 有一點可惜... 這裏... DB想過去...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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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IAP... 對... 這裏... irap 損殺啊... 這裏... 關正鑑到底了... 這裏可以不用打... 這裏可以不用打... 去途... 都不要打... 這裏... 甚至不需要吃軟古龍... 關正鑑可以GG的遊戲... 這裏不需要打... 接著人在裏... 沒錯... 你幫我吸引注意力... 關正鑑可以... 即是趕走正鱷魚... 就可以kl到底... 軟古龍就八千血... 這個位... 上路兩人還在互相對樣... 這裏似乎是想回來支援遠古龍 這個位置冷冷靜靜 這個位置想去抓關 又向前 沒錯 和你玩跳叉叉叉 這裡不需要打 向後拉 走啊 快點走啊 有點尷尬 被人開了一波 關節要想推到GG 阿奇這個位置很安全 一個大件推三件推出來 捷利在拉打 但是這個位置沒問題 阿奇應該是一個人打完全部 很安全 捷利還想操作 但是被對面兩隻軟皮狂打 關節一波GG 沒問題 這個就是螢幕型 輕輕鬆鬆的 就是靠這些我們吃腦的 不是大哥 還跟你玩操作 是 我們打缺腳膠的 是啊 沒錯 我們吃腦的 打爛腳膠幹嘛 大哥 現在吃腦的 輕輕鬆鬆 我們恭喜 FAK成功 3比1 拿下了這個IMP 哇 沙皇真是好事 他剛剛說一推三直接 是把他們的血量 是由最少三分二 然後變得很殘 然後對面的人已經馬上死了 非常之誇張 沙皇的輸出 然後 也都非常之感動 我還看到Yushu Nomi 這場真的搞了這麼多波 終於是做一件正確的事 TP過去BD 因為其實他這場來說 看到他的狀態 都保持著不穩定 很多時候會被捉了 或者有些操作失誤出現了 但是最後這一波 都成功TP了過去 他就叫做半BD 逼對面組出選擇 對面的選擇就是選擇錯了 其實都不是選擇錯了 是他們的陣營 到後期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對面組出選擇 成功 叫做贏了 沒錯 我們恭喜FAK 贏到BO的勝利 總觀今天這麼多場比賽 其實的確 Yushu Nomi 其實表現真的不太穩定 比較飄忽一點 但是 我覺得這個選手 我希望他不要 因為一時失利 或者一時表現就打得很信心 尤其是對於他這些玩上路鬥士的玩家來說 真的很好笑 怎樣說 好看道氣 你夠膽打 夠膽壓 打得有自信 你的表現就好很多 但是如果你打得歸 那些就適合玩 Hanabe 即是Hanabe 你不需要看狀態 穩穩陣陣 龍線 抗壓 這些就適合Hanabe玩 你如果玩得上路鬥士 你真的不能打到沒有信心 希望這個比較飄忽的狀態 他可以保持著信心 保持著打下去 因為其實看到他打CFO的時候 那個狀態非常好 甚至單殺了學長兩次 但是來到今天 反而是被這個Jetboard 單殺回頭 所以可能有點累了 但是不要緊 我們接下來接下來 迎戰 他們下一場應該是打這個J Team 看看他們接下來 打J Team 到底會打成怎樣 今天這四場來說 大家都有各領風騷 這個應該是前期的一波團戰 這個應該是 比較前期 這裡 看到Yushinomi 你不覺得阿琪打得很貴嗎 剛剛你說過一波 對 其實Yushinomi有點貴 我覺得這裡可以直接剪 然後阿琪可以直接進去大亂鬥 大亂鬥應該是不會輸 穩重 穩重的話 打得很穩 因為阿琪十八 滿裝 相對來說他打得很穩 其實很多機會可以入場 但他都沒有這樣選擇 這裡 Equalizer 其實放得很漂亮 限制了M&M和Pretender的位置 這裡 關法威 開著W在前面開大技 但是窩式出雷毛死 這邊IMP其實也有幾波打得很好 就是哲理 各種拉打 這一波很緊湊 雙方是 戰至最後一兵一卓 說到是 垃圾力士兇勾 沒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位置 關入場 有少少被人預測到 結果對面是立刻閘火 你奧運 但是關係很無恥 可以W Gran is immune 完全無視 外圈外面的進攻 但是這個位置 Annex要走入這個圈裡 跟你打 那麼你奧運到入場 然後後面阿琪和M&M一起打鱷魚 根本就像奶油一樣 在兩隻大搬運 面前屈服於他們的傷害之下 打了GA出來 今天沒有了 結果這裏變成了一波 二打了四 這邊 其實IMP拉扯得很好 這邊必須一讚 就是FAK 這個鱷魚真的有什麼理由這樣衝上去送 對 有什麼理由這樣衝上去送 就想多了 這個位置 結果死了一個情況之下 就被FAK來一個絕地大反攻 這個鱷魚巴打是想多一點 結果 FAK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M&M拿著他的紅白刀 怎樣到底 很可惜 我們這麼有趣 沒有給我們最後一場會戰 我們來看 那關的表現是真是不錯 那就是 就是 打得比較穩重一點 這場FAK 但是 贏了就贏了 贏就是贏 沒有什麼所謂 總之 改進是日後的事 現在當然是必須恭喜他們 經過四場的苦戰 兩場的苦戰 打贏了這個敵人 改進都不是 都要盡快的 因為他們接下來打 再下一場比賽 這個賽程都很緊湊一下 我們一個禮拜要打四天 對 所以就 要盡快改回他們那些 一些可能叫做溝通問題 各樣 看到今場來說 反而最高輸出的是M&M 默默地做了很多輸出 雖然那些鏡頭位 都是給了這個M&M 但是 鏡頭位是給了這個沙皇 但是 其實 這個M&M 都做了非常之多的輸出 那 但是MVP來說 我自己覺得 應該都是給了沙皇 他前面真的 太過 太過照顧到隊友 只可以說 就是 上下路沒有爆 都真的要感謝他 真是 今場贏到 真是五仔功不可沒 還有有一波 惡羽一下路 單殺 直關 他最後救架 即是來得及 沒錯 果然是 81.8% 的Q participation 那 實戰名歸 真的 是啊 傷害也打了 相當多 23% 但是 雖然 應該是最多 都是AD 但是他那些 極限的推長 最重要的是 他幫隊友解圍了很多很多次 如果不是他的 他們 前面應該是炸了 他們整個 團隊 在前面的營運 其實已經是炸炸的了 因為由 一開始的時候 在上路 這個 豬女在家 惡羽瘋狂照顧 Yushu Nomi 他已經是 上去照顧了一波 然後在下路 你需要幫M&M的時候 又幫了一波 然後Yushu Nomi 轉線去下路 他又被人捉了 然後又TP下去幫了一波 所以其實他真的幫了很多波 所以這個BO5 可以在四場 就完蛋了 大家都要多謝Pretender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我覺得 第三第四場 是打得特別 尤其市場是特別久的 前兩場都是二十多分鐘 就完蛋了 前兩場都符合我們 一概對於 Impunity的想像 就是 很快速的 但是第三第四場 他們就好像 就是迴魂了 哈哈 就是覺醒了 那就給我們一些交鋒 其實就 我覺得兩隊都打得不錯 我尤其覺得佩服就是小安 這個 就是 臉婆老耳 但是就老企伏力 就依然是 依然可以跟你是 戰鬥到最後一刻的 那就是 這些叫做 就是老將 還可以跟你玩這些 SERI 為打了SERI的操作 你要這樣 按按按按按按按 就是真的辛苦的 但是你看他兩場都打40分鐘 不是說笑的 大哥 就是 回去看看二敏有沒有關節炎 真的搞不定 很累 但是我們玩SERI打40分鐘 真的必須要欣賞 他真的打得好 但是我認識 遊戲是團隊遊戲來的 我們都要恭喜 FAK贏得了最後的冠軍 對不起 贏得最後的勝利 對 今天來講的比賽 已經結束了 我們下個星期的同樣時間 由四四開始 都會繼續有我們第二輪的比賽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